当刘翔重塑的时候 以美国的特拉梅尔为首的欧美名将 居然也只能够去竞争第二名 为第二名几乎是打得头破血流 这就是最真实的情况 也是刘翔巅峰起流给大家的美好回忆 这是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赛场上 当时大家仔细看 刘翔身边是蓝色的衣服 那个是杜库雷 也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在前面杜库雷的起跑明显没有刘翔快 主要是特拉梅尔在跟刘翔争 然而到了第八个篮之后 刘翔遗迹绝尘甩开了所有的竞争对手 最终成功撞现 12秒94也创造了全新的奥运会的记录 距离12秒91 当时的世界记录也仅仅只有0.03秒之差 大家仔细看 特拉梅尔在拿到了亚军之后非常沮丧 他弄不明白说为什么刘翔会这么快 而最后出现15的杜库雷 更是一脸茫然一脸绝望 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时的一个慢放的状况 刘翔很明显在过第二个篮的时候 当时只有特拉梅尔跟他处在一个频率上 还能够在步频上去跟他一较高下 两个人卖腿的方式不一样 大家仔细看 刘翔是习惯于先上左腿的 然后对手是先上右腿的 但是过了第六个篮开始 刘翔明显的加快了 要比对手快了半拍 大家仔细看 到这个篮的时候就明显是先于特拉梅尔上了一条腿了 再去过的时候就直接超过了对手一个篮 不得不说在上篮上 刘翔真的是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 直至今日回想起刘翔当年留给大家的辉煌 就不能不让人唏嘘 我们现在别说奥运会了 大家看到了今年的亚运会 咱们想在亚洲的赛场上守住一块 就是曾经拿过很多连金牌的亚运金牌都已经守不住了 我很有信心的说 在亚洲在国内想超过我 除非我有失误 除非我敲了 否则我站在赛场上